堅決反對公共住宅兩千八百戶 可以 堅決反對廣直過度開發 可以 市府黑箱作業 可以 過度開發環境負擔交通大亂 可以 堅持公共住宅典半一千四百戶 好 醫療照護復健 配置在中間 好 我們要正義 好 迎接多別親民共分享 好 柯市長腦袋清醒清建員 我們要正轉 這個數字就是這樣子 劇情太好了 大家也會支持 我們要去拍照 我們要來照一照 好 好 今天要去拍照 整季 各自有的 無論 一個生意 各位鄉親 我們首先要感謝這個媒體跟警察先生 我們給警察先生一個掌聲好不好 我們讓警察先生報告 少數有一兩個非理性的 那一定是不非來察隊 我們今天有成立位嚴森帶隊 都是理性的陳情 對 我們是一個陳情 我們當然也就簡單兩個 就是保留公園 公仔簡辦 我們支持市政府的建設 我們也支持市政府的建設 也希望大家聽聽 為什麼新義文三的公仔就佔了台北市的一半以上 這已經違背了比例嚴格 那就代表柯兵的公仔是哪邊有空力 哪邊塞 我們雖然是這樣子被犧牲掉了 我們也希望市政府的建設要有魄力來帶動我們廣市的建設 希望他就前來論來聽聽我們的聖意 了解了解 來 我們現在也請陳立威議員來講話一下 謝謝 大家鼓掌好不好 好 感謝我們聖意文議員 來 報告聲明 謝謝 三位領長還有我們所有領民 大家午安 今天我們到這裡來 主要是我們要捍衛我們在地的居住這地 我們過去 我們在這邊 廣時這裡 福德地區 其實我們收納了非常多我們的社會人口 在未來 我們廣時的開發 其實我們很期待說 我們福德地區會是我們台北市非常亮麗的一個民心 可是沒想到這個開發 將來造成了許多的問題 其實到現在為止 市政府都沒有給我們善意回應 特別是在過去好市長任內 我們規劃了一千四百戶一千五百戶的公民住宅 我們民眾都不斷地陳情 不斷地抗議 可是沒有得到市政府的回應 現在 柯市長甚至於要做了一個決定 要做兩千八百戶的公民住宅 這個決定是讓我們所沒有辦法承受的 特別是 我們大家在這邊 生活四十多年的廣時公園 現在也要挖開來 重新蓋大樓 把我們生活的廣時公園 就這樣把它毀掉 這是我們大家不能接受的 對不對 所以今天我們在這邊 除了我們希望 我們政府可以請聽民意之外 我們更希望我們的公民住宅能夠減半 能夠把我們的公園留下來好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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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君跟各位鄉親報道 新一區是所有公共住宅的大戶 我們新一區總共有六千七百七十六戶 我們從來都沒有做好的交通影響評估 我們看看深新地區 嘉興街 是去莊淨路 是去無心街 都是非常狹小的道路 我們看看福德街也是八米相路 都是非常小的道路 市政府沒有對於道路重新規劃 未來如果說這些公民住宅六千七百七十六戶放進來的時候 我們台北市 我們的新一區 將會是第二個內科 對不對 對 所以我們希望說 市政府能夠懸崖勒馬 我們來喊一下好不好 懸崖勒馬 懸崖勒馬 公宅潛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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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滿我公園 萬我公園 所以待會如果市長來的時候 我們也希望大家能夠理性 然後我們的陳情書我想 我們賴慧智理長 曾傳達理長 還有蔡菲信理長 我們都已經準備好了 包括了我們李明的連署書 現在是上千戶的連署書 我們希望都一併交到柯市長的手上 讓他知道我們民眾的聲音 回應我們民眾需求好不好 好 謝謝大家 是怎麼自私啦 再來我們要哭了一下 我們的是受福 醫療大樓 應該設置在中間對不對 對 重點我們還是要這條最近 加強一下 為了山里大家跟同分享 這塊美好的大樓 是不是 你要 要朝我們這一邊 要朝我們這邊講 對對對 對不對 你們講都要朝我們這邊講 因為你們朝那邊我們拍不到 各位 即使沒有希望 我們還是要抱著希望 今天我們